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了400万人次 给台湾带来了2100多亿元新台币的收入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 台湾地区陆境旅客达到了1186万人次 其中陆客271万人次是岛内的主要客源 而如今 大陆游客缺席 让岛内业者陷入焦虑 台湾旅游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早恢复陆客赴台 这样才能替台湾的内需市场真正注入经济活水 岛内陆客归零 观光业变产业 究竟谁知过 国台湾日前指出 过去三年 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居民复台 单方面关闭小三通 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电 禁止岛内旅行社开展赴大陆旅游业务等一系列进行措施 封堵了两岸旅游业发展之路 民进党当局应当适应民意 完全撤出人为障碍 采取切实措施 恢复两岸双向交友和正常往来 民进党当局阻碍大陆民众赴台的政治操弄 招致岛内民怨四起 近期 各界热判陆客之鱼 纷纷向民进党当局发起结问 何时重启陆客赴台游 台湾观光业 何时才能重现繁荣 台立法机构 中国国民党团 日前也就此痛批民进党当局 别再因为政治因素无视民生经济 阻挡陆客到台湾旅游 小老百姓的收入远比当局的意识形态来得重要 别再政治挂帅 新党今日也组织党内民众到台湾陆委会抗议 递交陈青书并送上一个饭碗 嘲讽民进党当局封堵陆客 害惨台湾 砸了无数业者的饭碗 要求当局放下意识形态 尽快接近 挽救台湾的观光业 党内主流民意认为 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 少一些政治干扰 多一些善于互动 才是民之所欲 民心所向 可以接近 挽救台湾的数据 再生日快接近 挽救台湾的 再生日快接近 挽救台湾的 使用 继续 暂时 互动